我住在豪兹坝村脱偏栽冒以后 农民的口粮从粗粮换成了大米 但是我们村没有水田 只有汉地 大米不能生产 我们针对这个问题 成功地引发了水稻汉地种植的新技术 实现了水稻上山汉地种植 解决了口粮生产的难题 水稻上山有两个创新点 第一个创新点就是水稻的汉地分离 自古水稻都是种在水田里面 一根鸭苗变成一重稻株 这叫分离 我们利用杂交优势 形于了一系列的新品种 这些新品种在汉地条件下 以水田一样 分离万圣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创新点是汉地出草 汉地的杂草比水田多得多 我们根据杂草的生长保育规律 创进了杂草萌腰期的蜂草技术 解决这个问题 水稻上山很受农民欢迎 今年云南推广了50万亩 我们村推广了405亩 最高亩产788公斤 最低634公斤 总产28万公斤 我们村277人 人间超过了1000公斤 饭碗牢牢地端在了我们自己的手中 水稻上山是我们学习总书记 解决吃饭问题 根本出入在科技的 记忆体的实觉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为乡村振兴 做出更多的科技创新